難道我們那麼多人因為疫情的關係而死亡 你不該跟這些亡魂去道歉嗎 陳之中 陳之中 真的 把人命當回 我們當然很希望 八月底 八月底 不管是AZ 不管是穆德納 不管是BND 趕快來 趕快來 尤其是BND 我們的年輕朋友 12歲到18歲的學生 他們需要打 我們還有到昨天為止還有兩萬多個老師 三萬多個安親班的補教業者都還沒有打 高端三天內促使四位 爽約率 7.2% 我想我們到目前為止是知道禮拜一跟禮拜二的數字 兩天打了28萬劑 有四個人死亡 有四個人死亡 死亡的原因好像陳之中很輕鬆帶過很簡單 台灣有高血壓 有糖尿病 還有吸毒 還有什麼肥胖等等 不要告訴我這些事情 以高血壓為例 台灣有18歲以上可以注射疫苗的人 有五百多萬是有高血壓的問題 輕重的問題 難道高血壓的人都不可以打嗎 或者是你為什麼不直接說這些高血壓的人 你就不能打 除了問題 趕快來檢討問題給人民一個回答 就像蔡政府到現在欠我們兩個回答 第一個 為什麼從五月 我們的疫情爆發以後 我們的死亡率高達5.5% 據世界的前茅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個理由嗎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個理由 為什麼打AZ的疫苗 死亡的人數四五百人 尤其是註射日本進來的第一批的一百萬劑 死亡率那麼高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交代 陳之中好像對死亡的人認為說 就是什麼有什麼三高 就是有什麼慢性病 一語就可以帶過了嗎 現在還在七月 陳之中先生 很多的冤魂會去找你的 所以我們建議啊高端 停下來找出原因來給大家一個交代 就好像丹麥 當他打了十四萬劑的AZ 有兩個人 有一個人死亡 有一個人 這個身體嚴重不適 他就暫停打 找出原因再說嘛 人命關天啊 人命關天 中士提問 中士提問 BNT為台灣量身感字沒有復必泰的標籤 的包裝而延後交貨 而延後交貨 如今陳之中法夾彎 那當初在卡什麼 如果在六月底 就可以去買 復必泰三個字的DNT的疫苗 我們現在可能學生開學 老師開學都不是問題 都不是問題 就是因為那三個字卡了三個月 結果被新加坡買去 人家先打了 昨天他的武漢肺炎記者會裡面 我聽得真是嚇一跳 現在一切是以疫情為唯一的考量 這是他說的 那你三個月前講的話是什麼話呢 難道 我們那麼多人 因為疫情的關係而死亡 你不該跟這些亡魂去道歉嗎 陳時中 陳時中 真的 把人命當人命 雖然那些不是你的家人 但是是我們的國人 我們今天記者會就 來來 我補充一下 關於剛才總召提到的第二個問題 我們看到 剛才總召提的一個數字 說歐洲的國家 一例死掉 兩例死掉 就馬上停打 再討論 再檢討 為什麼我們 短短的兩三天死掉四例 還要繼續打 台灣的命不值錢嗎 難道不應該停下來 看一下 各位 他講的理由 基隆那位女生 年紀很輕 他的報告都不買單 他說他沒有什麼慢性病 他有的話 取要高一點點而已 就這樣子 突然命就沒有了 家屬沒有辦法接受 過去AZ打的死亡率高 陳時中都推說 這個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現在打的都是什麼 青壯的 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 到五十幾歲 年紀都這麼的輕 我們公開呼籲 公開要求 指揮中心 應該呼籲部分醫師們所講的 應該要暫停 看幾天 好好的成立一個委員會 討論一下 適不適合繼續打下去 因為大家都以為 大家都以為 這個高端 安全性比較沒問題 結果現在安全性出了問題 而且抗體才是我們更關心的 他現在催著要打 四個禮拜 馬上要打第二劑喔 二十八天要打第二劑 一方面他怕 國際的認證的疫苗進來了 大家不要打高端 二方面 因為第一劑的抗體可能很低啊 所以趕快第二劑補上來啊 這個數字其實很多人都知道的 他一定要趕快打兩劑 否則他沒有抗體 我們還是公開呼籲啊 打完高端趕快應用抗體 謝謝